打破消防员阅历都是猛难兆 这回主角换成灾害现场的神队友 搜救犬 他没有让我漏气 因为他完全挡住了肥胖的身躯 我们人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就画面模糊掉没关系 仅仅跟着林犬猿 这些参与国际搜救 及地震的搜救犬 拍照时也吃足苦头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 比较没办法接受是因为太热 其实狗狗真的很怕热 除了耐热 不少搜救犬和拍照的消防员 是首次见面 跟德国狼犬 因为他其实才三个月大 但是他体型就已经很大一只了 所以当初我以为是一只小狗 要拍出狗狗又萌又威猛的样子 还使出招数 那时候就在我下巴 涂了一些狗狗的罐头 然后就一直舔一直舔 然后就咬在嘴巴里面 咬住 然后他可能就会想吃 然后就会一直舔一直舔 对 所以就跟他亲了蛮久的 攻击辉煌又蒙翻 阅历主角换他做 希望大家能更重视搜救犬 大爱新闻家新王昭中 高雄报导 红树林的蔓延对于 救犬赛 你猎进来 你猎进来 就把我手机